曾几何时喜欢肖战的人们身处黑暗 盼望着曙光期许着未来 不求风光无限 只求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有一天肖战的作品会让他们应接不暇 疲于奔命 以至网上一片忽深 要补补身子 是的 你们猜想得不错 肖战又要播剧了 待播剧库存将告庆 近日肖战主演的 《焦阳伴我的发行许可证》被爆出 引发了全网的关注与讨论 紧接着央视又发布了一个职场小故事 在工位上发现了一个公牌 姓名处被遮挡 放大一看居然是太阳 众所周知 肖战在《焦阳伴我》中 就是职场中的一名设计师 名叫慎阳 点点滴滴 无法不让人猜想 这是要开播的节奏 不仅如此 TX视频也发播称 焦阳相伴 由你同行 来预约焦阳伴我 这叫人们的心 如何不激动 不过这里说明一下 该剧是一套的剧 具体如何播出 等官宣 北京卫视 更是天天变着花样发时影 发肖战如今直接带话题 肖战的治愈系 笑容暖色骄阳 想宣布的心呼之欲出 这里想说 该剧大概率要上新央视 新网同播 其他台也将被播 毕竟该剧是央视出品 肯定要在自家播 看着这一片欣欣向容的景象 怎不叫人心仰难耐 话说回来 肖战这一路走来 坎坷异常 爆火后拍的 余生请多指教 被压了足足三年 三番的狼殿下 全机空降 其中的举步维艰 锦小甚微 叫人何等心酸 相比之下 如今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年将播出三部剧 真可谓天上人间 没有如此大的变化 与肖战的不懈努力 密不可分 可谓改变自己 改变了世界 当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网报 让肖战破界 跨界 让无数圈外人认识了这个 可亲可爱可敬的 阳光男孩 神们喜欢他的温暖善良 喜欢他的轻松品格 喜欢他充满少年感的 面容下的智慧与格局 喜欢对于青春少女来说 或许只需帅气的外表 对于广大成年人来说 人品与实力 才是被征服的根源 有人总说肖战粉 圈固定不动 那是因为肖战出了圈 吸引了无数圈外人 内于阔容第一人 名不虚传 而你家始终在圈里 圈外人无感 看不见 再叫肖也无用 当然拥有强大的粉丝群体 并不能从根本改变处境 余生请多指教的艰难 狼殿下的谨慎 可见一般 上业内 让更高尊任可以接受 需要一块敲门砖 这里就不得不说 最初不被看好的话剧 可以说肖战在话剧舞台的 高水准表现 是打破流量壁垒之故 被主流市场认可的关键 而闷钟的那片海的成功 挑起了年代剧的大梁 更是令肖战拥有了 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也让他的整个影视链条 顺畅无比 再难组织 说一千到一万 肖战是真真气 无论古装 现代 玄幻还是年代剧等 各类型全部拿捏 赢得业内外的一致认可 更成为了商务爸爸的心中王牌 到如今可以说从影视的生产 审批到消费已形成完美闭环 肖战能担大任 能演出水准 有感染力 有号召力 有吸睛力 如今的肖战不仅洗卷了人心 也洗卷了影视市场 他本身就是口碑 就是大IP 最后淡淡想说 这个世界很复杂 人心更博杂 但肖战的世界很简单 就是用心打造好的作品 做一个优秀的演员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想要的越多 越什么都做不好 得不到 反而简单专一的做事 他的作品越纯粹 越光芒四射 娱乐圈虽然浮华势力 但最后的赢家不是银河市场 而是感动人心 这一点 肖战赢麻了